捐血车上民众玩起衣袖捐出热血 捐血车外民众依序等待 难得天气好民众踊跃捐血 我觉得捐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本身我长期也都有在捐血 所以说今天也来响应捐血 非常的支持 我会希望这个活动能延续下去 捐血救了你命 而且雪荒时常在捐血荒 所以我也呼吁说大家一起来捐血 因为你鞋有在替捐嘛 对不对 我差不多十年前开始捐 然后现在差不多一年先差不多三次 捐血一半救人一命 金庸市工商经营研究社 每年在228当天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除了色源热情响应 民众路过也玩起衣袖加入捐血 我今天是经过看到 尊了身体舒服点也可以帮助人 今天这个活动在基隆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我们希望说把这个爱心做给他那个需要的人 早上其实早上天气蛮冷的人是比较少 但是现在越来人潮越来越多了 我们希望说能冲破往年的纪录 原本我们只是办一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想到受到所有市民这么样的欢迎 所以我们每一年就办得越来越起劲 所有的会员通通加入在这个行列里面 来带动大家一起来捐血 金庸IMC他长久以来就有228捐血的日子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不仅是这样有很多的金庸市民也跟着 刚才我就碰到一个相亲他跟我讲说 我去年跟前年都有来 去年我有跟你照相 我说那你明年要来 他说一定来的 因为228捐血日已经成为了 他每一年固定要来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我也相信金庸IMC会持续做这样的活动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捐血一带救了一命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的赠品送给捐血民众 天气寒冷 全国闹雪荒 社团发起捐血 呼吁更多的人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金庸IMC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记者黄绍铭 金庸报导 金庸IMC捐血一带救人一命